帝王蟹其实不是螃蟹 如果按照亲缘关系 它的亲戚是寄屈蟹 原因是螃蟹有八条腿 这货只有六条腿 寄屈蟹还在到处租房 看看人家帝王蟹 已经成了帝王 帝王蟹是绝对的高端美食 但这家伙其实并不变味 母蟹每年能生出一万只小蟹 简直就是大喊着 我就是能生 有本事你来吃我呀 但每年补牢期只有两个月 而且补蟹人是全世界最高位的职业之一 帝王蟹实在是用生命换来的美味 由于它们这么能生 而且体型庞大 在南极几乎没有天体 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南极的海洋生态 听到我们热爱的南极受到威胁 我已经毅然决然地穿上了最后的羽绒服 拯救南极的任务 就交给我不白吃吧 只需要等到南极补牢合法 就可以出发了 龙虾用一个字形容 贵 可这家伙成为贵族不过一百年的时间 一百年前 龙虾被称为海蟑螂 这种造型古怪假科坚硬的东西 是贫穷的象征 只有囚犯和奴隶才会吃 可是就连奴隶都抗议了 这啥呀太难吃了 再给我吃龙虾我就要罢工了 1622年 经过奴隶们的强烈抗议 殖民者才被迫颁布了一个法律 从人大角度考虑 给奴隶吃龙虾不能太多 一周最多三次 哎 奴隶大哥 搬砖还需要人手不 龙虾身体里有一种抵抗衰老的物质 因此传说龙虾不会老死 哎 活够了 他的谎光长在脑子里 争夺配偶的时候 雄性龙虾会展开一场 比谁尿的远大战 获胜者才有权利交配 雌性龙虾爱上了尿的最远的雄龙虾 一抛尿尿在雄龙虾身上 就这样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有没有成功的让你再也不想吃龙虾 帮你省下了500块钱 不妨把剩下的钱 有没有想过 当你面对一只皮皮虾的时候 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皮皮虾其实并不是瞎类 这家伙在海洋里 可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 皮皮虾有两个强大的前肢 当它发动攻击的时候 前肢会在万分之一秒内 以60公斤的力量垂射出去 想象一下一个120斤的人 以子弹的速度撞到你 是什么感觉 但是为什么海鲜市场里 活的皮皮虾完全没有战斗力呢 我们采访了一只皮皮虾 哎 我都要被你们争了 看开了 毁灭吧 累了 世界上最大的皮皮虾产自菲律宾 有1.6米长 我的胃已经几颗难耐了 春秋两季都是吃皮皮虾的好时间 如果按专业分类 这货居然属于软甲钢 我为了吃皮皮虾千疮百孔的手 可不答应 皮皮虾大部分时间喜欢独居 直到春季的繁殖季节 才会聚集起来 开一场轰轰烈烈的 相亲大会 这时候此家深墙体账 做的非聊 小姐姐你好 相亲大历台 敢爱你就来 做我女朋友吧 好呀 好的下一个 小姐姐你好 海底地之话 约到我的家 做我女朋友吧 好呀 好的下一个 熊虾毫不机会成为大猪蹄子 聊完一个 就去聊下一个 可正当相亲大会 如火如荼使 一张无情的大王 带他们来到了你的餐桌 春季吃皮皮虾 选雌虾更好 因为此时 雌虾会有没有发育的虾卵 也就是橙色的虾膏 这是皮皮虾最鲜美的部分 当你看到皮皮虾背上 有隐隐的黄色 肚子下面有一个炫酷的王子 别犹豫 这就是一只高满肉肥的 皮皮虾女王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